Hey! Yeah! I wanna shoot, baby! Hey! What's that? 對不起!對不起!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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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哥苦難時間又來了 這個什麼大家知道嗎? 它叫做 Deadpool 死侍 死侍 跟Ryan Reynolds來的時候 我就已經去人家 幫我簽名啊 結果我簽到了 這可能只是一個蠻不錯的電影 蠻好笑的電影啦 我就抱著那個心情進去 結果呢 當我看完了以後 我發現一件事情 Fucking Awesome! Deadpool 終於援助的 目前為止的漫威的電影 我跟你講喔 它不是蜘蛛人喔 那個不是蜘蛛人嗎? 哪裡蜘蛛人 蜘蛛人的眼睛有兩個黑黑 像熊貓這樣子嗎? 沒有 Deadpool 這是我目前為止看到 漫威電影裡面 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不要講漫威 所有超級英雄裡面 它已經打敗大家了 沒有再比這個更屌的電影了 很可惜 而同不疑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看了以後太開心 因為它太忠於 所以忠於什麼呢? 叫616漫畫 不管它的任何動作 它的講話 它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非常616的 衣服呢 非常忠於援助 我很少看到一個 漫威的漫畫的電影 或任何的超級英雄電影 它是 漫畫長什麼樣子 它就長什麼樣子 Not only that 它連講話 都跟漫畫一樣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象徵 它是不死之生 所以它頭被砍斷了什麼 上天不要它 地獄也不要它 它是卡在中間的 那當然這個電影會讓大家說 為什麼它很比較Deadpool 為什麼它這麼三八 為什麼它這麼不正常 這個電影就是 不正常人在看的電影 我從頭笑到尾 因為這電影是 從頭到尾 沒有冷場的螢幕 我跟你講 真的是棒到一個最高點 Deadpool有另外一個好玩的東西 就是 他呢 知道他自己 不是一個人類 你知道嗎 在漫畫裡面 他經常會跟 觀眾講話 就會講說 美國隊長 你是 美國的英雄嗎 是的 我是美國英雄 幹 這人笑的嗎 你真的以為你是美國英雄嗎 我是拯救這全世界的美國英雄 媽的神經病啊 這個人頭腦有問題 他這個漫畫人物 他覺得他自己是活的人 這個人是什麼東西啊 他是其實蠻有歷史的 在X-Men啊什麼 他其實都是 因為是暗殺小隊什麼 他應該都是會在裡面的 但是我只能講 大家去看這個電影 請抱著一個 不要覺得說 我是女性至上 或者說 我是什麼 我不敢聽髒話什麼 因為這電影實在是 有夠髒 有夠 BIM老師 怎麼會有這麼 那麼婦娜的超級英雄 我敢相信 他會變成 大家最愛的超級英雄 而且 他的本人也看到 Fly Reno 我那天看到他的時候 我參與東話的時候 好帥喔 他跟我們大家講了很多話 讓我們非常的開心 還跟我們這樣自拍到 Grader啊 跟Facebook 他真的現在是 我覺得 我真的是非常喜歡他 那大家 絕對要期待 過年是要做什麼呢 一定要去看 我最愛的 Dead Paul 我只能講 Dead Paul is fucking awesome Peace out